Hello,大家好,我是小某 今天苹果发布了iOS 18 Beta 2的更新 当然同时也更新了iOS 18 Beta 2 MacOS 15 Beta 2 TVOS 18 Beta 2 包括VisionOS R的Beta 2 可以看到我从Beta 1 更新到Beta 2有1.44GB 更新的内容也不少 主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更新 我们来看看它们到底怎么样 那么第一个重要的更新 就是Facetime的屏幕共享功能 这里我用我儿子的iPad Air 一起演示一下 到底怎么用 Facetime拨打以后 这里有点击共享 这里有两种共享方式 一个是共享自己的屏幕给对方看 就是这个共享我的屏幕 点击后开始有3秒的倒数计时 这样自己的屏幕即可出现在对方的Facetime界面中 对方可以在他的预览界面中标记内容 自己可以实时同步看到效果 另外一个就是请求共享 对方会收到提示 同意以后即可看到对方的屏幕内容 两种方式非常适合教不太会操作手机的老人家 怎么去使用iPhone 即使自己远在另外一个城市 也很方便的可以和爸妈交流 另外在Beta 1中控制中心右上角加入了电源开关 在Beta 2中把这个操作逻辑更改了一下 现在需要你长按它才能激活关机的操作 苹果应该是不想让大家会不小心触动到它 就触发关机的一个画面 刚才说到一个重要更新 就是iPhone的镜像到Mac了 今天更新后来到Mac端 点击iPhone mirroring 首次连接需要解锁认证一下 好 再次输入Mac密码 这时提示iPhone正在使用 它也就是说需要在锁屏的时候才可以镜像 我锁定iPhone以后 这里提示Mac登录iPhone 这里我选择自动去认证 这样不用每次都输入密码搞得很麻烦 直接点击就可以使用iPhone镜像功能 好这样一番操作以后终于可以操作手机了 这里鼠标移动到顶部 会自动显示手机的一个窗口 拖动窗口可以移动 如果不动的话会自动的隐藏窗口 一切都是那么的湿滑 窗口右边有两个按键 分别为主页快捷键 可以一键回到你的主页桌面 另外一个是切到后台管理的APP 同样的可以在这里关键的应用 在Mac上操作iPhone镜像打开APP 和手机上是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刷刷抖音 或者是追追剧什么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一些横屏的游戏 也是一样支持的不错 这样有个好处就是 平时工作的时候 iPhone是可以横屏待机显示模式在桌上的 Mac上直接用镜像就好了 处理一些比如微信消息就非常合适 终于可以不用在Mac上单独的去打开微信的APP了 这样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操作 但目前还不支持 从iPhone和Mac之间直接拖拉文件 无论是从iPhone拉到Mac 或者是从Mac电脑拖文件到iPhone都不可以 不过我相信这个功能在之后的更新中有很大的几率会获得支持 另外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是 它这个并不要求一定是要在一个内网段内 意思就是iPhone和Mac不需要在一个WiFi的网络下 它这里应该是用的AirPlay那一套 我把手机拿到另外一个房间就不能操作了 过了一会就显示中断 iOS 18的更新功能逐步在开放中 我相信大家更加期待的还是Siri 2.0 AI功能 这个只能继续等待下去了 那么关于iOS 18 Beta 2的两个主要更新功能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